988新闻线 今天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今天有一件消息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988是指定电台 这个陶泽和信 槟城粉丝见面会呢 很快哦 11月24号就会 他们两位会来到槟城 跟粉丝们见面 因为大家还记得之前 不太愉快的这个经验 所以这一次呢 算是一个跟粉丝之间的 一个回馈吧 因为毕竟那时候粉丝 都没见到两位唱歌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那边 就是现场去看一下 那个情况 是而且继续守热988 我们有更多的这些消息 都会告诉你的 张建仁说呢 这个一触即通卡 10%停车附加费 将会逐步废除 农业部长在补选期间 到学校捐款惹争议 教育部长回应说 受邀捐钱是平常事 警队一个表示啊 这个刘特索像机一样的逆藏 但不是藏在塞浦路斯 敦马说肯定接班人 但是没有交棒日期 安华回应 谢谢敦马 去年509全国大选之后 就是西蒙从国阵的手中 接过了这个执政权嘛 敦马哈迪是再次担任首相了 当时候西蒙的说法是 敦马是过度首相 会在两年之后就交棒 但是后来呢 马哈迪曾经表示 希望大家再给他多一点时间 让他来完成改革事业 这他又说到 会在两三年之间这样子交棒 那后来又有人说 西蒙从来都没有白纸黑字 写下来交棒的日期啊 然后甚至有各种各样的 一些传闻出来 因为这个课题越来越模糊 还一度传出呢 这一个接棒子的人 未必是安华 就有很多其他的人选出现 其中一个呢 就是阿兹敏阿里啦 说到这一个交棒的课题 也不只是我国人民很关心 在国外呢 国外的媒体一逮到机会 也是一定会问一问的 对像敦马日前就接受 英国的金融时报采访时 就问到 是不是会在2020年 按照原本的计划交棒呢 马哈迪当时回应说 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 交棒日期 什么时候会交棒 就要看当时面临的问题 他说自己是有解决 金融问题的经验 所以他们就希望 马哈迪在下台之间 就先解决这些问题 那敦马也认为说 自己可能是目前 唯一一个能够管理 马来西亚的人 OK 那记者就有问到他 是不是一定会把首相 这个位子交给 波德申区国会议员安华呢 那针对这个问题 敦马当时说 是的 这是我的承诺 那马哈迪有承认 他在过去任命 这个接班人的时候 就曾经犯了错 所以这一次 他不想再犯错了 那说到一下之前呢 就是敦马他先后安排了 敦阿杜拉 还有纳吉 作为首相的这个 就是继承人这样子 就是我们两位前首相 但是这两个人 后来都被他推翻了 那不只是这样啊 敦马最近就在 泰国曼谷出席活动的时候呢 还是被当地媒体问到 会不会一定把这个首相职务交给安华 而不是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 马哈迪简短的回应 是的 我会那尽管如此 马哈迪就没有点出这个 呃权力交接的时间点 而是这个当然就是 大家在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对那癥结在那边 所以大家还是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 时间点很重要 然后回到国内 两个人还是免不了的 又在一起的时候 被问到交棒课题 像是首相敦马跟安华 他们就昨天在这个 西蒙最高中央理事会会议之后呢 记者会上面 记者就提问关于 首相职权的问题 敦马直接转向身边的安华询问 你觉得可以处理吗 当时你知道安华 他是被吓到看起来啊 那个那个反应 就是突然间是被吓到 马上举起双手 就笑说不不不 就no no这样子 那他就说 两个人的反应 因为是太及时了 所以现场 大家都是笑起来了 那关于这个首相交棒的日期 虽然敦马一直是 不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但是安华之前接受 彭博社电视台专访的时候呢 是有提过的 他说自己应该可以在明年 也就是2020年 接棒出任首相 他当时候表明 有信心在西蒙执政两年后呢 也就是在2020年 接过首相的位置 但是后来 敦马是多次强调 没有一个明确的交棒日期 那无论如何 安华今天呢 就有向马哈迪啊 西蒙还有人民道谢的 就因为说敦马表明 会把首相的职务交给他 而不是阿兹敏阿里 他其实是在国会走廊的时候 就被问到这一个课题啊 那个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讲说 谢谢 谢谢 谢谢人民 谢谢西蒙 还有谢谢马哈迪这样子 那至于有传言说 有人尝试要阻止安华接棒 对于这一个这样子的传闻呢 当事人安华是直接说 已经很懒惰在回应这件事情了 真的是被问到回应都累了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焦点 这个也是媒体很喜欢在问警队一个的 这个是关于被子已经被整容成熊样的 一马案件通缉犯刘特佐到底在哪里 还是一个问号 全国警察总长阿杜哈密 最近就不是透露过吗 庇护刘特佐的国家不配合 给出了种种奇怪的借口 包括说刘特佐整容整成了熊样 又说他走路像野牛 今天警队一个还说 刘特佐现在还在原本的逆藏国 像鸡一样的躲着 他是英文这样说 He's still there like a chicken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象 整成熊的样子 走路像野牛 就像鸡一样的躲着的那个情况 到底是怎样 我们今天其实很有趣 还请Danny Wan画了一个图出来 看他之后会不会就是share出来 你们可以去留意一下他的IG了 不过说回这一则新闻是这样子 今天警队一个还是有讲到 就是刘特佐就准备动用资金 在塞浦路斯那边去投资资产 不过就是一个有否认 他说刘特佐其实是没有逃到去塞浦路斯 这样子的 因为大家一直在想知道说 到底刘特佐去到哪里 而警队一个阿杜哈密 显然也是有跟逆藏国那边是有联系 因为他说对方不配合 到底这个逆藏国是哪里 之前有传出就是刘特佐 他拥有塞浦路斯的护照 有人就讲是不是他在那边 但是阿杜哈密还讲说不是的 那阿杜哈密也爆料说 警方在就是最近一个月之内 是逮捕了好几个人 并从这些人的口中知道 刘特佐打算动用资金 利用他其他人的名字 在这个塞浦路斯那边投资资产 只不过呢就是他就一直讲说 没有他是没有在塞浦路斯的 不管怎样阿杜哈密还是不愿意透露 到底刘特佐庇护国的名字 只是说对方在前送这个刘特佐 这方面是一直不合作 到底会不会不合作到 仅对一个可以容忍的期限 就是年底呢 我觉得他也是有火大 不管是怎样的情况 可能这边媒体就一直想要知道 就一直问他 但是那边就一直不配合 所以也怎样他应该也很无奈 不过现在我们的国家积极的 追讨完利弊的欠款之外呢 还在积极的追税这件事情 内陆税收局就会在明年加强税务的执法 瞄准的非法经济活动 包括了好像黑市的经济活动 卖银等等的这些逃税群体 还有利用本地人的执照 在我国经商和汇钱回国的那些外籍人士 那这个是税收局的总执行长沙边就说 当局呢目前是展开执行执法的行动 也和同时在教育纳税人 这个比重是60%是执法 40%是教育 那明年呢就会变了 80%是执法 20%是教育 意思就是说执法会越来越严厉 那他们的这个容忍度可能就是会比较的低了 他还说到外籍人士利用本地人的执照 在我国经商还有汇钱回去他们的国家 这一些都是该局他们在追查的目标 他还说到除了外籍人士呢 这个税收局也会追查涉嫌的 就是涉及牵涉在本地人的 这边的一个非法活动 包括说非法借贷呀 毒品交易 还有卖银这一些他们的税务问题 就希望可以一网打进这一类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21%的这个避税的序件 是同时呢 内陆税收局上个月开始就已经展开 实地审核这样一个行动 就是向企业或者是个别的纳税人 审核过去两三年的税务 上边又说到会给纳税人足够的时间 去准备相关文件 如果呢 当局一直都没有得到纳税人的回复 那么他们就会展开所谓的实地审核 直接去到你的地点那边 就审查你所有的一些账目了 不好意思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现在vote是怎样的 其实刚刚讲到这个纳税的问题 所以其实有关当局也不是说 马上就会去实地去审核你 他们是有给出一个期限的 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准备这些东西 就是一直冥顽不灵的话 他们才会去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那说到今天的现在vote 我以为你要说完了 不好意思 我给你时间再调整 OK好 那今天的现在vote说的是什么呢 好今天现在vote呢就问你 一处系统卡是很便利的 但是这个停车费是会收10% 而且呢部分的充值站 征收50Cent 这个额外的收费却引起了一些反弹 你是怎么样看这件事的呢 OK如果你觉得不会去计较这些小钱 因为便利才是比较划算的 你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说小钱也是钱啊 政府要尽早的废除额外的收费 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 可以点选wow 那关于这一个新闻 我们在下一段就会回来跟你跟进啦 没错 赶快去到我们的脸书那边 去投选现在vote吧 待会回来会说补选的消息 还有这个他选过的消息 进入晚上7点45分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补选绝对是这两个星期 很热烈的一个课题 一个话题 看到就是最近农业部长沙拉胡丁 他就拜访了丹荣比爱 国习选区里头的一所学校 还捐款 结果就惹起了争议 接着呢 教育部长马智利就认为 政治领袖访问学校是 也支持校内的活动 是正常的事情 而且呢 沙拉胡丁是接受当地的学校邀请 才出席活动的 马智利有举例哦 部长们常常就接到这些申请援助的公函啊 家教协会也要求捐款 那好像学校要办活动 学生要到海外参赛 有的要要求维修体育日等等 他们都常常接到这些 这类的信函 那无论如何 媒体就是追问沙拉胡丁 在学校发表政治言论的时候呢 就是马智利那边是不愿意 发表任何评论 他就讲啊 必须要先听一下沙拉胡丁的演讲内容 他还不知道就是那个内容是怎样 他要知道了才可以去评论 避免呢 就是有错误的一个评论啊 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是因为 脸书那边就爆出 农业部长沙拉胡丁 在补选期间捐款5000令吉 给当地的一个华小 就涉嫌违反了选举法令 那不过呢 沙拉胡丁昨天被问到的时候 就直接承认 我是有捐钱 还说法令其实没有禁止 在选举期间捐钱这件事情 他就说到 这个学校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写信给他们要求说要捐款了 这一件事还有后续的 国政府女主今天就报警 要去彻查沙拉胡丁 在丹荣别爱补选期间 拜访规格的时候呢 在学校的闭门会议上面 试图恐吓选民 而违反1954年选举犯罪法令 国政府女主就说 一段在网络上 1分20秒的视频当中 可以见到 沙拉胡丁是用种族和宗教之间的问题呢 来为西门候选人助选的 所以他们也要求警方援引 煽动法令来调查沙拉胡丁 那根据上赛在这个 Obstro Hall的脸书专页的视频 就显示说 沙拉胡丁告诉校方职员 请注意 如果国阵重新夺回这个政权的话呢 他们就会和伊斯兰党结盟 国家就会陷入冲突 那根据媒体报道呢 沙拉胡丁还包括 就是说要求教职人员 如果要国泰民安的话呢 就必须把票投给西门政府了 那沙拉胡丁自己找找之前 也是有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声明 他说 只是希望出席会议的人了解 在发生茅草行动之前 一些政党领袖的言行 让整个局势更紧张 因此呢 如果让这些政党再次的领导国家 国家就会出现好像叙利亚 那样的一个动乱 不管怎样呢 今天人民共争党主席安华 就提醒西门的领袖 应该要遵守规定 避免去到学校竞选 和发表这个政治演讲 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呢 安华说 应该就给一个劝告吧 希望不会再重犯这样的行为 但是他也没办法确定 这个沙拉胡丁 是不是真的有在校园里头 就是为西门的候选人助选 这件事情了 那来到今天呢 柔佛中物大臣沙鲁丁 又宣布 将会在下个星期 开始发放1000令吉的渔民 特别津贴 给柔佛南部的渔民 当中就是包括了 丹荣比埃还有笨真的渔民了 那沙拉沙鲁丁就有澄清说 其实州政府在2015年开始 就发放了这项特别津贴 来补偿柔佛南部地区的发展 对渔民造成的影响 所以这个津贴 不是所谓的选举糖果 但是为什么是选在 补选竞选期间发放津贴呢 沙鲁丁是有解释的 州政府通常是 获得这个渔业局的人口普查资料之后 每年的10月份 或者是11月份 来发放这个渔民津贴的 所以这个时间上面只是刚巧 因为现在也是10月11月的时候 那昨天其实西蒙竞选行动 是主席莫卡莫邯丹 还有秘书伊法伊兹 他就向警方投报 根据2017年总基查司报告的 系列二 黄日升就是国阵那边的候选人 持有25%股权的这一家公司 叫做TCSense 在2015年 他们公司户口只有35令吉 543那个时候呢 他们却获得了交通部 以直接洽谈的方式批准了一项 价值1亿4900多万令吉的合约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指控 其实今天看到了黄日升有回应 他说针对就是对手啊 针对这个外国汽车入境准证的合约 就是VEP的这个课题报警 很显然是配合补选 针对他的一个政治动作 因为这和之前补选的情况很类似 他表示针对他的这个VEP课题 不是一项新的指控 事实上呢 国会公账会从今年3月份开始 其实就已经召开超过了 召开了三次的这个听证会 他还说到有关的指控不正确的 那其中呢 总基查司报告已经证实 他们这家公司拥有超过300万令吉的资金 这是已经超过所需要的最低数额了 是他也澄清自己从来都不是公司的董事 目前也不再是公司股东 而且从来就没有涉及任何滥权和挪用公款的行为 那黄日升就相信说 公账会还有警方是会还他清白的 他也呼吁对手 在这场补选应该用理念啊 用政策还有对人民的承诺来互相竞争 就停止这类型 该提过那一切的肮脏伎俩 那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呢 国会公账就是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诺莱尼 他是有呼吁各造停止在补选期间 拿这个道路收费系统RC 还有外国汽车入境准证VEP的课题 来当成是一个竞选的工具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议会常规啊 国会所有委员会的听证会内容 在还没有提成给下议院之前 是不可以公开的 也不可以在听证会以外的地方去讨论 不然的话就抵触了有关的条文 所以这一段期间是不能够拿来讲 大家就不要再谈下去了 好 另一方面呢 民政党方面的这个全国储席与花财呢 今天就向丹荣比爱的选民保证说 作为一个有尊严和原则的政党 民政党如果在丹荣比爱国席补选 胜出的话 是不会跟西门为伍 也不会重新回到国阵的怀抱 就确保能够在国会扮演第三势力的角色 他解释 因为最近他就走访这个选区之后呢 发现不少的选民就反映 对民政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所以民政党今天才特别出来表态 那另外一项课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 就是第一题呢 今天宣布撤销森美兰龙城区州议员 P古纳所面对的两项 拥有戴米尔知乎相关物品的控状 那主控官今天是向法官提出 撤销控状的宣请 同时就法官那边是法庭批准了 那P古纳呢 则是没有出庭今天 那他的代表律师说 他们今天早上就获得通知 控方决定撤销两项控状 但是就没有给位这个原因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就希望控方在其他法庭 也采取同样的一个行动了 不过在高等法庭方面 今天则是驳回了P古纳 毛六甲雅压力州议员 沙米娜等等 五名涉及戴米尔知乎 组织活动的嫌犯 他们提出的这个 人身保护令的申请啊 已经被驳回了 高庭司法专员就说 基于所有申请者 是已经收押在监狱里头 他们提出的申请 是属于学术性课题了 所以法庭是不批准 刚才的所谓的人身保护令 这个申请啊 那另外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 我觉得大家生活中 都会面对到的 比较民生一点的课题 已经有了这个卡了 相信每个人都有吧 因为各种地方都可以用到啊 包括现在它是其中一个 好像一窝了的东西了 这里面可以储存你的这个钱的 那看到贸销部副部长张建仁 说到政府呢 会分阶段废除 现在使用这个 他选购支付停车费的时候 额外10%的附加费 这个东西呢 其实曾经一度因为 这个10%的附加费 我是拒绝用他选购的 哦 因为就要给这样多一笔钱啊 就如果是本来是两块钱这样子 突然间就变成了两块二 哦 是 那我就觉得很不值得 所以 不过现在你好像也 看情况 如果晚上一个人出去的话 根本有聚餐等等的 因为我不想要就是一个女生去找 那个停车的那个 那个那个 Machine 就是还钱的Machine嘛 不过张建仁有说到 这需要一些时间来落实 刚才所谓的那个逐步 就是废除10%的这个收费 也就是说 等到一处系通卡 跟停车场经营者的 原本的合约 借满之后呢 他们新签署的合约 才不会再征收附加费用的 其实今天在国会那边 是马华亚裔弹国会议员 魏嘉祥询问 一处系通卡 这个征收的各种费用 包括了10%的停车附加费啊 还有50千的充值费用啊 魏嘉祥认为说 10%这个停车附加费 是加重人民的负担 而张建仁就回应说 其实这一笔10%的这个附加费 是前朝政府遗留下来的做法 而现任政府是尝试去废除 不管怎样他解释哦 现在只有使用现金 或者是一处系通卡付款的停车场 就是两种方式可以用的 你有用cash 跟一处系通卡付费的 才会征收附加费用 如果是那种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商场 没有得给你选的 cashless的 对 那一种呢 因为是新的方式嘛 所以他们就不会有 额外的费用征收了 那有关于53的这个充值费 张建仁就说 全国一万一千多个充值站里面 有两千个 其实已经没有征收 这个53的费用了 他就说到 其实不是大选工那边要征收的 而是商家为了提供这个充值服务 是他们额外征收的一个费用 只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想给的话 还有很多地方去那边充值 是不需要给这个53的 包括了有沃森啊 Guardian啊 Desco啊 KK Mart啊 还有Caring Pharmacy等等 超过2000间的这个分店 充值其实都不需要再给额外的收费了 所以今天现在我就是问这个课题了 他全国卡真的很方便嘛 对以前人来说 可是呢 他的这个停车费是会收10%额外费用 还有部分的充值站征收50仙 但是引起了一些反弹 你怎么样看呢 OK我们来看一下 89%的朋友呢 是认为小钱也去钱 政府应该要尽早废除额外的收费 就占了89% 因为11%的朋友认为说 不会去计较啦 这点小钱换方便其实也是蛮划算的 OK 这个是Jeremy说 10%比SST还要说 口头上鼓励无现金交易 实际上却增添这个附加费 什么道理 我看到Ken Lai说 I get back at其中一个mall 一天是35块 那用他选购的话 就是charge me 3块半 daughter I need to pay 38块半 意思就是说 他整天下来 他就是单单额外附加费 他已经给了3块半了 3块多耶 好吧 这个是TechHow 他说 使用卡的费用减少了 他们的管理成本 他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多付这一笔钱 我看到卡号就说 其实这个也是个人 你自己去选择 到底是你愿意用钱换便利呢 还是你觉得 应该要麻烦一点 但是不给那些钱 这样子了 Benny就觉得 已经是无现金时代了 多加这个charge呢 好像就不太鼓励大家再用 所以他觉得 虽然是小钱 但是不值得给 反正好现在是讲 逐步要废除 看到Jimmy Chang 他就说 凡是有关百姓钱包的问卷 都是一面倒 这个有趣 真的 好像都是这样子 我们问过的 所有问题当中 OK 这个还有吗 你那边 差不多就是这样 其实问题 还是有很多人在留言的 所以呢 看到Louis Hood 他就是 我们没有的话就结局吧 他就说 自己不会去计较 但是社会上计较的人 太多 所以很无奈 所以我觉得 不去计较 就是希望用钱买 方便的人 其实还是很多的 但是如果现在给你选 政府要逐步废除 大家当然是较好了 对不对 确实 因为都一点点 积少成多嘛 真的 要讲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明天继续陪你新闻见 明天继续陪你新闻的